三连教科主身体健康一夜暴富 我是冲击24年80万粉丝小目标的郭玉玲 你永远不知道80万粉丝跟80万律师韩斯是哪个先来 我们今天秉重着上期结尾观众们的投票 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刘雨宁 其实我对刘雨宁还真不是太饿对吧 毕竟网红能转流量艺人的确实不多 我这个B确实是不好打破 熟知的我们都知道有逢题目也会唱歌 但是想从网红转明星 结果我们都看到了 一次又一次的折几尘沙 换了好多个平台 到现在依旧也只是个网红 你要知道娱乐圈潜规则 网红出身就是被别人看低一眼 你现在提白鹿网红出身 提提郭玉玲网喷出身 对不对 而刘雨宁能做到这样的地步 确实也很励志 所以刘雨宁现在的标签 无非也就是三个 励志和茶 再加一个树派古装美男 这面具一宅 差点没把我乐死 哥你还是戴上吧 当然了 现在这些标签啊 是吧也不冲突 而且以前刘雨宁并不查 可能是表扬声多了之后 让他产生了一个错觉 觉得自己确实有两瞎子 转查了 是吧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刘雨宁其实在当网红 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干净的 没有什么黑料 当时刘雨宁还在见面直播呢 这时候一位女粉丝就上来说 娘娘你好 我是一个老北京 我姓鱼 我可不可以跟你合唱一首 小寡妇送行郎呢 当然这是我编的啊 大概意思就是有女粉丝 想跟她合唱一曲 就这个事儿吧 在网红身上 还是相互比较客气 有商有商的 但是到了娱乐圈顶流身上 那就是演唱会上 直接选飞了 其实都差不多点事儿是吧 粉丝互动嘛 总比许多网红 跟自己的榜一大哥 去酒店里面 亲切而又友好的互动强多了 但是正在这两个人 唱的投入的时候 突然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手里滴溜着一斤塔嘛 直接罩着刘雨宁 就卡住了他的脖子 后来才知道 原来是这位大哥 觉得这个唱歌的 是个撩妹的猥琐男 光天化日耍流氓 要我说 这就不合逻辑 对不对 这大哥眼瞎吗 人家就坐在那里 唱了半天了 还架着个手机拍着呢 又有那么多人围着 这多大的心 敢耍流氓啊 就这一切加起来 它就不合理啊 但是被暴力受害者 宠粉女粉多 这起新闻里面的词条 加上这个事件 带来的热度 这个事是不是剧本 各位就自有判断了 但我觉得肯定不是 对不对 因为这么多年了 他就算是 他也不是了 而刘雨宁 越来越火伴随而来的 是本该 应该对他来说 是一次毁灭性的事件 结果却意外的因祸得福了 疯狂的涨粉 说那时候 刘雨宁人气就开始涨了 不再是以前 那个路边唱的 野鹿子网红了 结果呢 这个时候 一个狗仔突然爆料 说你们害粉刘雨宁呢 你们粉他什么呀 这个人不老实呀 他从前离过婚呀 甚至还有一个私生子呀 怎么我就 一提私生子 我就能不能想起了罗永浩啊 我可以说 昨天晚上我见过你 六个私生子 而这个时候 刘雨宁可不一定 能经得起这么深巴呀 因为这时候的刘雨宁粉丝 女粉居多 不像我人送外号少林斯主持 基本没啥女粉 好羡慕他呀 鼎盛时 微博之夜 各大明星粉丝 应援团的大战 有举旗的 有喊口号的 而刘雨宁的粉丝可拽了 他们直接拉出了 一整个法拉利车队 招摇过世 用发动机的轰鸣和电器指引 为自己心爱的爱豆刘雨宁 加油助威 事后组织者说 就这我们还收着呢 要不是因为城管不让 我们就直接打算 自非挺应援呢 吉乐福你知道不 红警你知道吧 就应援 而这一份厚重的情意 足可见刘雨宁女粉丝攀直的 不是我等可以想象的 结果 这个记者的爆料 以为可以撼动 刘雨宁在粉丝中的地位 你想想 你每天歪歪的男神 突然就被别人用完了 你能忍吗 当然现在我觉得 别说用完了 用烂了 他们也不介意 可记者失算了 刘雨宁呢 他直接就站出来 对着所有粉丝的面 想了说明了这件事 而且还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 说的挺好 享福的时候 他没跟我一起享福 为啥受罪的时候 要跟我一起爱骂 首先呢 我刘雨宁 曾经结过婚 当然 也离婚了 然后呢 没有孩子 跟之前 也没有联系 今天呢 因为 我的原因 让他 和他现在的孩子 暴露在大众面前 我非常抱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非常非常抱歉 结果这一下子 有事就认的评价 让刘雨宁积攒了不少路人粉 而爆料他的狗仔 一面阴阳怪气的称 对方是真爷们 一面又质问刘雨宁 为什么在之前直播中 只敢提自己的女朋友 却对前妻闭口不谈 并强调前女友和前妻 不但不应该混为一谈 而且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 但是这位兄弟 好像人家说了 为什么不提自己前妻的原因 咱理性点 咱不乱喷 好歹你听一下人家的解释 那么狗仔除了讽刺刘雨宁 对过去避重救星之外 还称之后会有其他问题 需要他做出回应 于是他就啥也不干 专门的狙击刘雨宁 当然现在这个娱乐圈 有几个人顶得起别人身拔的 有几个像王宝祥那样 老婆睡着一炕上 都找不到他的黑料的 毕竟是少 于是还真叫那个狗仔找出来了 说刘雨宁成名之后 包括一直到现在 都说自己是90年生人 90后 但是呢 根据早期刘雨宁的百科显示 刘雨宁是87年生人 是谁让百科这么全威的平台 修改了出生年月呢 刘浩存吗 百科这么全威的平台 现在也会因为某些人的私信 而选择撒谎吗 所以刘雨宁到底多少岁啊 网友筛出自己妈妈和刘雨宁毕业照 讲近20年前的照片 官方90年生 那02年毕业照当时12岁 怎么看也不像 中端毕业的话15岁感觉更合理 所以该不会往前87年出生是真的吧 这一下刘雨宁方面真的就不会硬了 毕竟隐瞒离婚顶多算是个私事 个人问题 还能拉一波好男人人设 但是谎报年龄 这就是纯撒谎了 偶像明星就应该做到实事求是 对社会大众保持一个最基本的诚实人设 同样有这个年龄问题的 还有最近疯狂买热搜洗白的刘浩存 他们的出生成迷啊 所以娱乐圈明星啊 真的是比好不见得怎么样 比烂一个比一个有本事 当然了 我们对明星撒谎的行为抵制的同时 也应该明白这么一个事 这个狗仔确实也不是啥好东西 你曝光刘雨宁 你就锁定在刘雨宁个人身上就完了 但是你毫无证据的情况下 把一个孩子拿出来曝光 并且配文还说疑似是刘雨宁的孩子 这就很下头了 对孩童的保护 是我们公众对于任何一个人 最起码的底线 孩子又没错呀 但是在网红时期 刘雨宁确实也就这么点新闻 相对于明星来说 这个网红圈的这些大新闻 确实也不多 无非就是那些投色新闻 一个网红能博一条大众新闻 就很了不起了 桂林我收了这么多函 我都没转出个大新闻来 但是人们发现 这打刘雨宁转成了流量明星之后 他人好像就变了 于是我就开始疯狂挖坟模式 但是我每天勤勤恳恳的吃瓜分类 猛的发现我这个头都快低到桌子上了 宰相锅了锅了呀 208万真的是恶心又上身 赶紧带上妙戒护颈U型枕 帮我缓缓 护颈恶肤按摩三合一 日常就能维护颈椎 不需要208只要168 还送两个价值百元的护眼罩 性价比超高就选他 我现在吃瓜剪辑都在他 双层记忆棉内用外软 拖着我的下巴稳稳当当 每次吃瓜吃到低头想吐 他都帮我拦着 带着工作一整天都不怕个枕边 还做了加高和分区设计 支撑住脖子是真难行 怎么晃脑袋都稳稳的 午休坐车和东斗西歪 CBOYBOY 每天刮田里 犯累了就打开按摩 四个按摩点贴着穴味 酥酥麻麻的提神又心脑 精神满满继续 刨穿瓜地 冬天还能当发热微博 带出门又暖又酷 续航吃酒 小巧便携 工作休息随手都能带 贴心陪伴还保护你的颈椎 这不比某些暖男还要靠谱呀 忙了一年了 也该犒劳下自己了吧 大家整天低头工作学习 真的很容易的颈椎店 还得从日常就养不起 现在捐后168还送两个眼罩 三年内质量问题免费换新 保驾大处还送硬费险 礼盒包装年底送你也有面啊 那么赶紧点击视频下方 置顶连接 卷起来吧 红了之后的刘雨宁也没闲着 影歌两膝并进发展 最为人知晓的作品 应该就是那部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的一念观山 这个我们之前就说过了 说刘雨宁搭档刘石师期间 备受质疑 差评如潮 从原住粉的角度来说 这部剧从大女主戏变成了 大男主戏就很离谱 于是有小道消息就爆料出 说资本为了捧刘雨宁 就弱化了女主的戏份 甚至是魔改了许多剧情 这就很魔幻了 如果不是抢翻味 刘雨宁方是怎么做到 让大女主戏变成了大男主戏的呢 是没有别的东西拍的 非要这么改吗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双方当初谈的时候 是同意了大女主戏的 但是拍摄中间出了一些事情 导致了最后变成了大男主戏 结合剧方给出的海报可以看出 一开始的海报果断是女主C位 结果约往后海报就不停的换 换到最终把女主就给换没了 然后面对着观众们的质疑 刘雨宁开始了自己的卖惨之路 其实当网红时期的刘雨宁也不是不卖惨 可多少有点励志滤镜在身上 所以也就没那么被吵 但是自打刘雨宁以一个网红的身份 开始频频的与各路女演员合作拍戏 戏一被吵 他就卖惨 这就很烦了 各种装可怜 就好像自己被网爆了一样 大哥 咱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你刘雨宁因为歌手身份而出道 大家都说你唱的不错 不是说你科班出身演戏的吧 有人说人家刘雨宁演戏怎么了 人家就爱演戏 热爱就是在观众面前练手的理由 刘雨宁一个唱歌的网红转演员 手里还有多少句没有放出呢 与秦俊杰的天行剑 与赵露丝合作的珠莲玉墓 与王索文合作的禅女 有杨旭文合作的子川之光明三杰 与李一同合作的书卷一梦 与轩露合作的哲瑶等等等等 可以说我们即将迎来 鼠派艺人代表刘雨宁先生 在荧幕前霸凌我们一年这么个情况 那么你们喜欢刘雨宁的演技吗 我说实话 包括刘雨宁自己也承认 像鼓舞仙霞这里的题材 要什么演技呀 好看就完了 帅就行了 我不是说所有的古装戏 我只是说大部分的古装戏 我现在大部分的古装戏 作为演员我其实用不了你太多演技 真的 我说实话 在古装戏当中作为一个年轻演员 你的戏即可就够了 即可就够用 我跟你说 古装戏靠怎么出来 靠怎么能让大家就喜欢呢 第一是什么呢 颜值 第二 蓝色 这两个这块拿捏了 你这个戏就是卡我了 因为首先呢 因为我为什么开始拍古装戏 我开始直接 因为我演技不行 为什么拍古装戏 因为演技不行 演技不行 因为我没练过 我没学过 所以我需要在这边当中学习 古装戏本身会帮你的演员很多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是他的造型 他会帮你的人物很多 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哪怕你这个演员 就是假 大家也能去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身就是脱离 现在就是现在的游戏 他在古装 他在古代 古代人怎么说话 古代人怎么行走 古代人干什么事 你没见过 所以你在接受成功会大一些 就给你一部古偶 男主八两斤 女主罗玉凤 你演吧 你演的再好 也没有人看 对不对 所以我十分不认可 这种歌手出身的网红 然后被资本看中了 强行放到影视剧中 圈钱罢评 我们普通观众的做法 这不是一个影视圈的良性发展 都2024年了 还搞粉丝经济圈钱那一套 流量剧 你们觉得还能走得远吗 走得远的口一 早晚变天的口二 而流量古偶 怎么样 我们还得等等 刘宇宁的操作 确实把观众看迷糊了 说一念观山 除了被爆出抢三位的新闻 刘宇宁丑丑的话题 更是全民热议 刘宇宁应该是内娱 唯一一个被扣上 颜值劣势而出圈的男艺人了吧 没办法 你演流量古偶 评价没丑 就是你应该被承受的 这个剧种就决定了看脸的属性 面对着刘宇宁丑 这个热搜 明显的从未被击垮的刘宇宁 这一次真的破防了 首先因为长得丑 刘宇宁粘面具 明场面被各路大神换脸 关键不管是换谁的脸都不违和 甚至比刘宇宁更合适 这就气人了 而刘宇宁直接破防了 挨个举报 并自我安慰说 如果因为宁远舟这个角色很优秀 大家才AI换脸 那宁远舟是他演的 是不是他也诠释了一点宁远舟的魅力呢 不 只是因为你摘下面就在那一刻 太辣眼了 人家只是在玩耿而已 干你的魅力 不讲边 然后刘宇宁粉丝就不乐意了 说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点 长相都固定了 你不能让我们家宁远去肿容吧 对啊 不肿容啊 那你为啥非要去演呢 没人求你去演吧 然后刘宇宁说 作为艺人 享受的东西比普通人优越 普通人没必要替他感同身受 他无法要求观众什么 但他的粉丝一定会很难过 他也只能躲在被窝里面悄悄的难受 怕粉丝瞧不起他 说他30岁的大老爷们 这点事都处理不好 然后就去网上搜 古装美男刘宇宁 搜完了 啥也没有 于是他就一目了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就是盘点那个武装帅哥的 我就想看看有没有人给我盘进去 我就搜刘宇宁 武装美男 武装美男 刘宇宁 我就搜 没有 瞪眼没有 说实话 搜出来有你就该我们一目了好吗 口口双双说 不在意 笑对人生 看似讲个小笑话 实际上 私立行间都透露出一个感觉 他超在意的 于是刘宇宁就开始为自己的颜值证明 不是我有问题 是你们观众对我们这些男演员的颜值要求太高了 所以才出现了许多演员的古装造型所谓的丑 现在这个很多人看剧啊 对这个演员的颜值要求非常之高 难道你都忘了吗 2021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什么风气吗 都说什么古装什么什么男那个 是吧 都是感觉好像就是被吵了好久这些人 对对对对对 我们都容许这样的脸在荧幕上演古装美男了 你还要我们的要求如何低啊 观众的要求怎么就像你说的那么高了 不要睁着眼睛乱暗数 观众这两年挺难的 你觉得你受了委屈 观众被恶心到了 这个事你却一点不提 结果一看说观众这招不太好用 于是刘宇宁就开始拉低整个行业标准说 哪有什么美男子呀 只要运镜一上来都好看 其实我看了好多就是古装美男的盘点啊 我发现都是那些剪视频的人很厉害 因为他们后期给加了一个滤镜 那个滤镜加完之后都好看 就是有一点那种就是嘴唇特别红 脸特别白 有一个滤镜还是什么调色 反正有一个调色 就那种调色一调完 人都特别好看 是这样吗 现在的这些演员也许需要一点手段 但是我如果拿出我的童年那些男神 阁下该如何应对呢 而且你刘宇宁说别人用手段 一念观山里面 你自己不也用滤镜了吗 网友实在看不下去 要不哥我们也给你上点手段 你看看 你满意不 然后眼看着这一招还不好用怎么办 就卖惨 就举报 不知道现在的刘宇宁 可否晓到当初自己说自己来者不拒 演男二都很开心的那些日子 但是我现在我跟大家说了 我是真不接男一 就是男一不男招 因为斗向演男一 缺那种就是想演男二的 因为男一吧 他扛的东西太多了 还有发布会上像一个老前辈一样 点评刘诗诗的样子 拍戏时抢翻刘诗诗的行为 也不知道如此透支自己的刘宇宁 究竟对不对得起 跟赵路斯粉丝互撕的自家真爱粉呢 这种种的行为是不是说成为资本丑儿的刘宇宁 早就不再是当初那个追梦的青年了呢 只能说这么疯狂圈气 却不注重提升自己 刘宇宁被资本淘气 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